由巴西的国家产业训练服务中心主办的第43届国际技能竞赛盛大举行开幕典礼 我国代表团一共有41位选手参加39个赛项 和来自63个国家地区1300多位选手同场竞技 而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王启文也应邀管理 开幕典礼时间到圣保罗势力体育馆现场坐满各国的代表 大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欢呼 也有队伍高举国旗呐喊人声鼎沸 而主办单位除了以光影制造舞台效果 还邀请知名艺人现场让全场气氛非常欢腾 国际技能竞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技能大赛 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是西班牙在1950年发起 每两年在不同国家举办一次 这届首次在南美洲举办 台湾从1970年起加入国际技能竞赛组织 并从第二十届起每届临选国首参赛 历届成绩优异 2013年时中华队共夺下六面金牌 四面银牌八面铜牌和13项优胜奖 总成绩在53个参赛国中 名列第三仅次于南韩和瑞士 受邀管理的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王启文 希望中华代表团有好成绩 我们这边的侨胞啦还有一些巴西的朋友 都非常踊跃来帮忙 来协助我们这些 希望我们中华民国代表团 能在这次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佳基 中华民国代表团入场时 每人手持着梅花图案旗子走进舞台 受到大家欢迎 接着声音响亮的队伍也惊动全场 至于最后入场的是地主国巴西 也是阵容最庞大的团体 入场后向观众敬礼 全场欢声雷动 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潮 最后在美丽的舞台灯光下 一百位舞者以整齐划一的动作 把技能竞赛的内涵表演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大开眼界 这次中华代表团 由劳动部劳动级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所长林三贵 担任团长41名来自台湾各地职校与科技院校的国手 参加机器人CNC车床 CAD机械制图 焊接塑胶模具 工业电子网页设计 美法面包制作等39个赛项 台湾观众宁市廖世炳 巴西圣保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